各位朋友,今期的星魂我不会就着新月图做一个总体的星盘分析 因为我觉得这段日子更加需要注意更大的危机 说真的,去到一个危机的层面 在我5月17号凌晨4点35分,其实我已经出post 广告了 什么是详程呢?我在这些post 的文字栏 文字栏我会贴一些连续,方便你们去重温 讲到我的post 的文字内容 其实大家要知道,我很多的post 是图文星并谋的 有时候有相片,有时候有片 但大家不要忽略了文字 始终文字是一个很重要的沟通的媒介 可能到现在的电脑世代,大家都是习惯了很视觉的人 或者是常常去听声音,但不要忽略了文字的重要性 因为最近竟然有客人跟我说 他不知道我是在做一个 campaign 去振兴黄政经济圈,去帮其他的黄店 有一个优惠的 campaign,他说他不知道 其实我在每一个post 的文字里面都会说这些东西 他说我不看文字的,就帮不了他 所以同样在这个post 的文字里,我也解释了 因为真是很多谢大家的信任支持 我算命的客人已经排到旺角了 为什么我要强调算命呢? 因为塔罗是占卜 大家都知道塔罗占卜是从来不会拖人的 我也是即日搞定 就算你说你太晚的话,我就第二早起床去搞定 但是算命那些是要排很久的 然后因为太多的责任 我就做出一个很沉重的决定 就是要取消未来的期十五满月的星魂 但是其实这样说 我现在说就说是取消的 但是如果我真的在这两个星期左右 我可以搞定我算命的那些客人 我宁愿到时有空限 就去出回十五的星魂 到时这个会是一个 bonus 我宁愿是有一个先益后扬的一个状态 令到大家的情绪 不会给大家一个希望,但最后就失望 我宁愿让你们先失望 如果到时真的做到没有 就会有一个很开心的结局 对不对 但是我又这样想 因为我今年都在这个星魂 很多的模式和制度都变来变去 所以我又不想说 今期又好像无端端剷走十五满月的星魂 是太多的变动 我会觉得好像有点麻烦 但是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个事实 因为这个世界上 知否世事上变变万元是永恒 所以其实很多的变化是一个进步 是一个改善 而不要觉得我常常在五时花六时变 所以我这样说 我又不要说完全一刀切 切走到十五满月的星魂 我下期十五满月的星魂 我死都死出来了 无论我多忙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承诺 OK 如果说到like数的话 Facebook的朋友记住 要给红色心 不要给蓝色手指公 第一 然后第二 就是我想说 哦是的 但是absolutly speaking 都要过了二十个like 因为我当你们每一个 都是给一个like 两个like 难道我只是做给最高的那些 头三位 他们就只有两个like 明明 那个受众都没有 只有三四个小猫 就是做泥浪气 都是浪費自己的时间 对不对 好了 最后 虽然我一开始说了 不会就着这个新月图去做分析 但是 不说还需说 因为 毕竟我都已经是 搞了这幅图回来 但是我说得很快 OK 就是说 最重要就是 这些蓝色的线 三分线 就是跟日月相合 即这个新月 形成了一些 很紧密的三分 尤其是在水平座 这个逆行的土星 这个渺围的土星 然后呢 大家看看下面 这条IC 这条线 IC軸 同时是合金水 是合到正一正 和金星是逆行的 就是其实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这个农历润四月 会有很多 亏遗产 分身家 離婚 兄弟姐妹 决裂 一些家族的斗争 这些东西 希望大家可以 生活愉快 但是最重要 都是 要看回文字内容的link 是的 在我5月17日凌晨 4点35分 出的那个post 是有一个非常之高的危险性 希望大家会平安大吉 摩蝶座 香港人又叫山羊座的朋友 无论是上升还是太阳 在这个农历润四月 伴随着双子座的新月 即是这个新月 这个新月是发生在你们的陆宫的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就拿了一个 我导偶甘借的一个说法 什么是导偶甘借呢 是一个洁口语来的 即是 佔入街境 由苦到甜 即不是说是由苦的 但是 最差的是可以怎么样呢 就是说在工作的环境 即场 你们会被孤立的 没有朋友做 那你们自己去 即是没有朋友 自己在沽棍作战 OK 好了 如果是好一些的话 就是说 原来你们现在有一些project 就开始已经去到一个 埋尾的阶段 OK 即是其实它已经 是过五关站六进 即是已经有一些 有所成 已经是 过了不同的一些stages OK 所以呢 现在你们就 因为埋尾 是不是才杀科 那就会默默去 趕着去 做一些 即是一些 继续去做一些 一些首尾 这个时候 又是会继续去 变自己一二变 会继续孤立 是的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 我想说 为什么会有 即是有一些 比较负面 但又可以有正面的解读呢 因为这个 其实是 你们自己的星盘里面 那颗水星 还有就是 什么 什么 就是那颗火星的 是的 所以每一个人有不同 而且这些水星火星 有没有合其他的星 有没有形成上位 会有很多的一些 不同的combination 所以为什么这里 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possibility 是的 就是在这个解读方面 好了 那继续说 然后再好一点 是可以说些什么呢 就是说 那 是的 是的 在你们做一些一直的project 一些很 ongoing的事情的时候 是的 那 会略有所成 是的 但是呢 你们要想把它慢慢变成一个 比较长期的成就 那是不是说 现在就OK 可以立刻去到这个阶段呢 是不是立刻去到最终呢 是的 那你们明白其实不是的 是的 还要不断去耕耘 那所以呢 那这里就反而 其实讲多些塔罗给你们的提示 是的 所以你们要知道 其实这条路还是很长的 一路要走下去 是的 那就不要说现在呢 就去 你们自己很骄傲很自满 现在去松懈了下来 是的 如果这一刻 你们是因为自己的一些 自身的问题 就是这一刻 你们自己去懒惰 是的 不能够去贯彻始终呢 那其实这里是会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危机的涌现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你们的上头 是的 他会是一个micro manager 是的 他就会在这些时候 就会在那里披抗你们 还有今期呢 你们会有一个 算是比较一个小人 是的 那一个小人是怎样的呢 他就很大机会是处理座的 是的 在他的星盘里面 有很强的处理座能量 是的 但是我经常都和大家说 当我们塔罗 或者是天星 当我们去说到一个人 是什么星座的时候 不是一定说他的太阳星座 是的 所以我刚刚都说 其实在他的星盘 会有很强的处理座能量 OK 但是呢 有时候 你可能 各校连自己的星盘 都不会看 又怎么会看别人的星盘呢 是不是呢 其实别人的星盘 你也要知道别人出生的 那个 就是年月日时 是不是呢 有时候那个时间 不是那么容易知道的 OK 所以我们唯一一个最好的指示 就是透过他的太阳星座 是的 就是9月10月出生的朋友 是的 尤其是如果在这个职场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人物 尤其是 更加尤其是 如果他是你的上头的话 是的 在这些 埋美的最后阶段 其实他是会捉得很紧的 OK 所以麻烦各位摩蠟座 是的 香港人又叫山羊座的朋友 你们要知道 你们要去认清楚这个局势 你不要现在走来松懈 OK 还有你们要很明白自己的局限性在哪里 是的 因为如果你们在这个时候去松懈 就会很差的 是的 但是当然是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慶祝先的 OK 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是 还需要你们的努力更加去 去将它搞定 是的 还有我们也是看回第二个批评 也都要知道 这个过程 是的 最后杀科的这个阶段 是会孤独的 OK 但是总之捱过了 就应该可以遇过天青 那就唯有在这里 祝你们好运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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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